百德烈与好朋友 轻与众 百德烈,你在干什么呢? 啊,百德烈,你自己一个人在玩翘翘板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一个人玩翘翘板的 你见过吗? 啊,看来这是不行的 啊,可怜的百德烈,你是不能这样把自己生起来的 你需要放一点东西在对面 应该比一只小鸟的分量再重一些 因为一只小鸟实在是太轻了 咦,小鸟叽叽喳喳的在说些什么呢? 啊,原来它在叫它的伙伴们过来呢 现在所有的小鸟加起来就重很多了 这样就可以和百德烈一起来玩翘翘板了 哎呀,糟了 小鸟们被吓坏了 它们都飞走了 现在又只剩下百德烈自己了 艾凡来了,也许艾凡想玩吧 啊,太好了 小鸟来了 小鸟,你也想玩吗? 哦,小鸟一起玩的话 艾凡这边就太重了 那是山姆 山姆,你也想一起来玩吗? 现在好多了 小鸟又飞回来了 小鸟也想一起玩吗? 真的是太好玩了 好大的喷嚏啊 唉,小鸟又被吓到了 它飞走了 拜拜,小鸟 你看它们玩得多开心啊 再见